哈喽各位湾区的观众朋友大家好 我是沈冲华 欢迎收看北美红星卫视TVHS1.9 您现在收看的是北美红星卫视TVHS1.9台 生活在湾区 湾区好生活 亲爱的观众朋友 欢迎收看我们今天的生活在湾区节目 我是全全 陈明权 亲爱的观众朋友 今天又到了我们女人聊心事 这个全新的单元 今天这个单元里面 我们非常高兴 多了一个非常好的朋友 来跟我们大家聊这个心事 尤其是戏谷的朋友们的心事 那么今天来参加我们这个女人聊心事的 就是我们的名作家 我们戏谷的名作家 也是这个高科技公司的 这个经营市场管理的专才 那就是朱文英女士 来 朱文英女士你好 全全你好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对 那么我们很高兴 这个文英 你的这个著作 听说大家都非常的这个 这个大家有没有购买 而且因为是他绝对是义买 不是为了商业的利益 为的是什么 告诉我们大家 对 我想 我想我在湾区生活的也够久了 在硅谷 我想身为一个女性 我不能说我是一个女权的主义者 但是我是一个非常女性 关怀女性的一个朋友 那在湾区因为生活的够久 所以也有很多女性的朋友 所以在这个除了科技产业的服务之外 业余也用自己的这个观察力 因为我过往是一个媒体人 所以帮湾区的女人做了一些记录 那我觉得 硅谷的女人是有一点不一样的 我在很多地方 在亚洲 在台北 在上海 很多人都问过我说 硅谷的女人真的跟别的地方不一样吗 其实真的是不一样 你自己就是一个很特殊的这个 他自己就是一个很特殊的例子 对不对 因为为什么 为什么文音他可以有这么细腻的观察 虽然你就在这个Silicon Valley 你是非常成功的一个 这个电脑高科技的这个营运专家 然后呢 你因为你的经验是曾经是记者 是的 对不对 因为你记者的这个sense 去观察到 在戏谷很奇怪 大家有很多大家都是亚洲来的女性 是的 然后因为这个戏谷一个很特殊的环境 特殊的这个气息 然后造就出来一些很特殊的女性 尤其是你的著作里面最感人的这个艰辛 还有一个矽谷这个心灵富婆 是的 我不能说他多么的杰出 但是的确在这些文字的阐述上面 我们可以看到矽谷的女人 她除了要承担东方文化本身的这个传统之外 因为在这么竞争的一个大环境当中 尤其是全球一个零尔之地 所以他必须要天生的就赋予他很多的责任 然后他也必须要在这块土地上耕耘的很好 所以几乎是东西合并 那一般人对硅谷的印象都是他很雄性 男性化 其实这些男性成功的背后都有非常多的 了不起的 对 女性的付出 那这些女性其实他默默的耕耘付出 也成就了矽谷一个不同女性的多元化 非常有耐力 非常的坚强 保持着这个东方女人的这个传统之外 然后又有这个现代跟西方这个女性 不然是男性女性的竞争能力 对 积极 对 而且要有相当的耐力 这个能够自主 这是很重要的 当然我们不能忽视一点 其实矽谷女性很多在职场上 其实也跟男性一样的优秀 所以我们看到很多的这个企业领导 其实都是女性 非常成功的 只是他们的关环 好像在这个矽谷 总是被男性给掩盖了 所以变成这个矽谷女性造就 她不但有男性的优质之外 还要多元化女性的特质 不能忽略 对 我常常有这个感触 在这个应该讲这个矽谷 硅谷 这里的好朋友 又是女性朋友们 她在这个职场上 是真的是赤下风云 这是一呼千金百诺的 可是回到家很快时间 一到回到家 哒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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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又回到一个非常传统的女性 小孩又哄哒哒哒哒哒 这快点 快点 上学上课的 还有补习的 中文学校的 真的是一个人 身兼两种文化的责任 是的 你看在这一点 就非常像西方的女性 所以很多地方 她们都亲自亲临 而且不会假手于他人 这就是融入了 在这个环境 一个西方女性的特质 但是还有很多 我们知道在硅谷女性 不但下面要照顾子女 上面还有公婆 还有自己的父母 真的是很传统 像我个人就常常穿梭在很多不同的养老院 真的看到多数在养老院穿梭进出的都是女性 我们不但不知道她是女儿还是媳妇 但总是女性 这点在亚洲来说 女性其实就幸运很多 他们常觉得这些事情好像都有专人来照顾 或者是很容易就请到一些帮忙的 我们说这个飞翁 所以在我们的硅谷是几乎都是亲自 孩子给谁带 在自己的国土的时候 这个亲戚拖一拖 那个朋友带一带 对不对 好像随手就是 可是在国外的时候 你自己不take care 谁帮你take care 然后一手撑起孩子 另外一只手要撑起事业 真的在这里要向各位观众朋友们致敬 尤其你们发现在一些亚洲超市里面 碰到的随便 随便碰到一个穿着牛仔裤 随便一个外套 他很可能就是某高科技的CEO 买菜 挑菜 这形成一个非常特殊的景观 对很特殊的文化 所以我个人就可能是 曾经从事过媒体工作 我觉得就用我的观察力 把这些点点滴 就是把它变成文字 跟更多人的分享 当然很多亚洲的朋友 尤其是女性的朋友 一方面出于好奇 也有一点点敬佩 所以他们对这些矽谷女性的文化的素质 非常很高兴 而且很有兴趣去探索 所以这本书在亚洲 实在发行的蛮好的 很多的朋友也是对于硅谷女性 有一种不同的看法 因为硅谷女性有一种 可能是环境塑造一种 独立自主的这个情境 所以在面对很多逆境挑战的时候 他们所呈现出来的 也是不一样的 对完全不一样 兼顾着女性的特质 然后还有这个非常难得的 这个独立自主的这个个性 然后不但是精神生活上 物质生活上 他们都非常的独立 这是相当不容易的 我们想说因为女人 天生上这个体能上的差异 就已经有一些不公平了 这两性上面就已经不公平 还要能够这样 是真的让人在此至上最高的敬意 所以他们常常问我 就是说什么是女强忍 这个词倒是蛮敏感的 不过我想在 接下来的节目中 我们等一下就继续 跟各位观众朋友聊 这个有关这个女强忍 什么叫女强忍 在这个西方社会里面 我们怎么看亚洲女性 女强忍三个字 广告之后我们马上回来 天灾人祸不可预测 千金难买早知道 你有保够了吗 我是Farmers保险经纪Emily刘 坐在电视机前面的您 是否考虑过您现在的保险金额 真的够保护您心爱的家人 与您努力赚来的资产吗 让我用多年的保险经验 与知识为您提供三省服务 让您在保险上面可以省钱 省时跟省麻烦 请今天就致电510-366-2657 510-366-2657 烹气食品 湾区共有11家分店 面包每天新鲜出炉 让您吃得安心 吃得健康 全日各式糕饼与蛋糕 美味可口 是您全家人健康的首选 11家分店遍布湾区 湾区美味尽在生计 来自台北的古典玫瑰园 要给你品味 美味 人情味 玫瑰园位于东湾Newark 南湾New Peters 拥有两家分店 舒适典雅 提供高品味的英式下午茶 及西餐 超美味的台式套餐 及奶茶 还有那贴心的服务 及暖暖的人情味 台式简餐及饮料 只要9块9毛9 独家汤头火锅 10块9毛9元 请 最爱下午茶 4人份 只需 生活在外区的观众朋友 欢迎回到我们这一段 女人聊心事的 这个生活在外区单元里面 那么刚才呢 我们看这个知名作家 矽谷心灵复活的作者 朱文英 文英跟我们聊了一下 这个很有意思的 在这个Silicon Valley 这里的东方女性 如何呢 兼顾东方的优点 优质 还要在这个西方的土地上 展现出这个 跟西方人一较长短的 这个坚强跟坚毅 文英你继续 我知道你有很多故事 告诉我们 对 其实我因为想写点东西 所以对很多硅谷的女性 有一些深层的探讨 我觉得我自己才甚至感触到说 强者 很多人都认为说 强者可能在戏骨 我们很容易就找到一群 抬头很高 很高头鞋 可能也赚进了很多的资产 甚至都是纳斯达克上市公司的总裁 其实这个对强者来说 如果这样定义的话 其实还不够强 我看到很多西国女性 都是在他们面临多方面 人生最大的挑战 例如他们的身体健康 他们的婚姻子女 这个疾病各方面挑战的时候 他们所呈现的那个毅力和智慧 我觉得这才发现什么叫强者 那为什么我们在硅谷 会看到他们有不同的思维 我想可能也感谢 因为这个环境给他们造就 他们有一个 之前他们生活 就有一个独立思考的环境 再来他们不断面对 很多东西文化的冲击 所以在面对很多困境的时候 我看到他们非常达官的智慧 而且非常多的毅力 那最让我感动的 当然我们知道 湾区很多慈善团体的发起人 还有这个执事者都是很多女性 大家可能千万不要以为这些女性 都是一般的家庭主妇 或者是不上班的 或者是一些父太太 很有精神应对这些 那知之节节 生活之节 其实 对 其实很多他们是肩负家庭 还有上有公婆 下有子女 他们还可以做很多的这种慈善奉献 然后陪的很多人 在生命最低潮的时候 经过挑战 对 而且在经历职场的厮杀 回到家来 这个继续做一个 他这个 为人子 为人女 为人婆 为人媳 还有什么 很多很多各种角色 还是都能够扮演的这么好 然后再像你刚才说的 他们面对生活 生命压力 尤其是生命压力 对 看到很多在那个 尤其你书上里面 这个心灵富婆里面 有这个 在跟这个癌症 人生中 他所有的这个 该有的都有了 然后面对的是 对生命最大 这个最严重的一个挑战 就是 癌症 对 所以我们在这个 观察是说 强者 就是说 一般来说 就是要在自己 顺境的时候 可能觉得理所当然 逆境的时候 是不是把自己 不管你是做企业也好 是你致富的机制也好 能够运用在你面对困境的时候 所以很多人在他面对困境的时候 都很亚裔 有这样子的女性 帮他们一把 或者跟他们一同的走过来这个难关 我觉得这是非常感人 很有意义的 全全很了解你的意思 真正的强人 不是他有财有富有 这个啊 什么都有了 然后一副非常坚强的样子 真正的强人是在 当他面临逆境的时候 还能够真诚的微笑 然后这个非常 这个认真的面对他的人生 认认真真的过日子 这才是真正 真正的强人 这最难对而且我还看到 很多自己在面对生死挑战的人 他还能够站出来去协助 跟他一起在做最后奋斗的人 那其实这跟你去经营一个企业 是一样的 因为人生在每个阶段 你面对每个挑战的时候 其实就像一个成功的企业家 你要把它做好 management好 所以很多智慧 人生的智慧哲学 也许在矽谷在硅谷 这个环境就创造了 女性一个不同的思想空间 那这一点是很愿意跟大家分享的 所以我在跟很多女性在交流的时候 其实看到硅谷女性很多 后面都有一篇完整的故事 很感人 对 真的是 对 我常听了他们的故事 有时候会觉得 我真的都要流下眼泪 对 何能何能 因为我们一个人 我们常常在聊说 这个一个人只有一个故事 当你看到很多人 很多的故事的时候 你的人生不但更丰富 而且你 你真的是这么多人一起过日子 你的营养 你的这个启示 还有什么 有一种东西越给越多就是爱 还有就是这个正向的这个energy 是 我常常听到这些故事 就觉得要含着眼泪 可是后来又带着微笑 人家很压抑说 这话怎么说呢 我说你听到她故事 你真的含着眼泪 可是当你下一步 听到她怎么去面对 处理她的逆境的时候 你真的破涕微笑 还要鼓掌 对 真的要鼓掌了 这个时候我们真的不晓得 该怎么跟她一起 然后她的那一份 我们一起过 一起度过 是的 所以她真的让你破涕微笑的敬佩 我觉得这真的是最高难度 真的 人生命的故事 就是永远活到老 学到老 这个不是开玩笑 就是大家随便的老生常谈 对 所以我们也很愿意 跟很多的女性朋友一起分享 对 你刚刚提到 就是说为什么在这个 我们讲说大旧金山湾区 这就是涵盖了整个高科技的 这个硅谷也好 细谷也好 这些女性们有一个共同的点 就是她们的亮点 超脱自由 是的 因为在思想上可能是 我们很感谢这个环境 给很多女性 因为她融合了东西方文化 其实也含在了很多 道德素养在里面 所以在她的独立自主下 她的思想上就相当超越了空间 所以这个空间就是在 当她应对很多逆境挑战的时候 她会有一些不一样的思维 会思考 所以独立自主的好处 就是创造你人生生活的智慧哲学 对 那每一个人不一样 所以就看我在写这本书的时候 发现每一个人都有她不同的方法 不管是用笑的也好 是用这个挑战的 这个严肃也好 她有她的智慧去面对她这个人生的最大挑战 对 你看 冷静 淡定 这是为什么来呢 是修养 修养真的是 这个 这个可以看得出 难怪他们会成功 成功的背后一定有她的理由 她的理由 在 虽然在事业上 然后在人生上 还有你看 更多的挑战是什么 上一代 上有这个 上一代的压力 传统压力 下有下一代的这个新思维 新方向 我们要做孩子的朋友 但是上一代要你做什么 只有耳朵没有嘴巴的孩子 这个挑战 真是 真是说也说不完 尤其这一代 我们这四五年级 对 其实他们也 就是说我们可以 可以说在硅谷 有保存了这个 很特殊的一个文化的沉船 那这个其实这种文化在亚洲 现在已经看不见了 你看 是很宝贵的一面 接下来我们就要在这个节目中 跟各位观众朋友分享 文英是一个很有故事的人 他待会会在这个节目中 跟我们好好的说故事 好 一段广告之后 我们马上回来 好节目要与好朋友分享 儿子的毕业典礼 女儿的结婚录影 孙子的庆生会 我的登台表演 DVD影片复制 用电脑太慢又太麻烦 Smart Copy专业快速DVD拷贝机 一个动作万事OK 复制一小时的DVD 只要三分钟 一机可以同时拷贝多片DVD 不用连接电脑 省时又省力 荣获加州教育局指定优良品牌 Smart Copy 1866-988-2679 你曾经体验过 能够洗涤心灵的能量占卜吗 你希望能与内在的潜意识 深层对话吗 克拉拉塔罗能量占卜 灵气催眠治疗 帮助你在异变的外在世界中 找到属于心灵中安定的力量 请致电408-219-3303 408-219-3303 期待与你新的交流 中程地产服务湾区十多年 William Chen Joyce Quo 有最好的地产及贷款服务 最具买房卖屋的丰富经验 最了解湾区的市场需求 William Chen Joyce Quo 以中程的服务态度 能在最短的时间内 为您争取到最好的价钱 让您买房卖屋都安心 为您免费提供房屋部价及市场分析 详情请致电408-409-5688 408-409-5688 欢迎你有兴趣的人去加入我们的优秀团队 十年树木 百年树人 教育的重要大家都知道 学习的过程其实是更重要的 我是Jennifer 在美国长大的一个中国小孩子 就像你们的小孩子一模一样 在中西文化及传统和新潮中摸索成长 所以更知道怎么发挥优势 创造未来 Genius Academy will help make your children more well-rounded while giving parents a complete educational experience 让我们和你的小孩子一起成长 and help them to reach success 您想推广您的产品以及商业业务 深入到湾区的每一个家庭里吗 红星卫视可为您的行业量身打造 不同的电视广告企划 让您的产品深入人心 让您的业务蒸蒸日上 请赶快和红星卫视的广告业务部联络 广告洽询专线 510-585-6187 510-585-6187 生活在湾区的观众朋友 欢迎您回到我们生活在湾区 女人聊心事的现场 那么刚才我们和文英聊到这个矽谷 在这个就是应该硅谷矽谷这个地方 比较特殊的亚洲女性的特质 因为这个特殊的环境造就了特殊的女性特质 那么接下来我们都知道 那个文英很会说故事 因为你作家的这个sense 他观察很多东西 他是用心来看 不但用眼睛 像我如果算一个业余的媒体人的话 我觉得常常很多人的答案 也许不是某一个人 一个专家可以给你一个肯定的答案 而是在身边很多点点滴滴的故事当中 或者是前人走过的路当中 每一个人会找到他所需要的答案 所以不要忘记去听 去看 去敞开你的心胸 这一点很重要 那我曾经这样形容过 我一个我熟悉的女主角 我曾经这样说 她说美丽的她被雨淋湿了 但是淋湿透的她还是一样美丽 我曾经有一个很好的朋友 她我想年轻的女性 很多人都满怀了生命的远景 创业 自己创业 这个女强人基本的都要创业 他像一例 尤其是美国 USA 对 这个就是也自己造成一个强者 创业 然后也建立了家庭 婚姻 就是人生总有挫折 所以她的事业就被打到谷底 刚好事业垮了 那也被她的合伙人骗了很大笔钱 这时候在当下 她的身体发生了很大的状况 我想这也是一个循环 因为长期拼打事业 身体也坏了 然后血崩 那在这个当儿 你最亲密的这个婚姻伙伴身边人 刚好双方又出现了很多问题 在这个当下 我记得那时候我跟我的这个好朋友在一起的时候 我看她脸整个都是黑的 然后血流不止 这个雪崩 严重的 对 她曾经很惊恐很茫然 她觉得怎么去面对她的当下 就当然我个人不是基督徒 她是一个很虔诚的基督徒 她说她面对这么多一夜之间发生这么多事情 她说甚至她连走进教堂的大厅的勇气她都没有 因为她觉得她竟然流着血是一种沾污 所以她就在那个时候 好像外面聚会时候 她说她其实坐在那个教会的偏房 坐在她只能坐在偏房 然后她几乎觉得她已经都没有任何希望了 人是在面临这个打击 事业 事业 无敌 然后夫妻 对 感觉看到严重的 挑战 OK 好 然后再加上身体 是什么样的挑战呢 我想这就是很多人在刚好 我们有时候顾忌事业 有时候要顾忌自己 可能还有自己的父母家庭的时候 很多人面临说很难的一个抉择 会不会你没有办法面面顾到 尤其在我们这个职业妇女的生涯当中 当你事业要跟男性一样去平起平坐的时候 其实你的时间体能都是很大的挑战 所以在这个时候面对的当下 生活伴侣 对 她就开始有怨言了吗 当然一定会 因为这么多 你想如果我们要去成就一番事业 因为男性可能都非常的不容易 何况女性 她的体能智慧时间 那因为我们要负责家庭 所以她的伴侣对她的生活 或者是对她这个 好像你做太太的这一方 是不是有很多的挑剔呢 对很多挑战 而且无法体会 我想这就是非常难处的一个地方 那我那时候就看到我朋友说 她真的她已经万念俱灰 她觉得她没有办法 所以她在最后要走到医院去 要最后做最后一次治疗 之前 她说她在那个moment 她其实跪下来是对老天 我们应该说是上场吧 做一个心灵的呼唤 那但是她一路从再把她的身体 重新建立起来 到她在走出婚姻的低潮 付出了很多的代价 但是她走过来了 这是一个人生的智慧 那我在当中看到 真的这是硅谷女性的一个特质 所以她的结局是说 她也把婚姻修复了 也婚姻修复了 但是付出很多的代价 所以在这个情况下是说 很多事情是有她的方法的 但是很多人只是不愿意去面对 她所要做的方法 然后再来是心境上的调试 就是在这个身体上 我记得当时她说 那个医生她血崩了 当时医生跟她讲说 你可不可以站起来走 她说我不行 她说我血崩 血崩那么严重 医生说你放心好了 我看太多这种case 你就走过去 结果她就从病床 走到医生旁边 就这么几秒钟 医生你发现说太严重 那个血就是这样崩转的 我想在这个身心灵各方面 在这么高难度的挑战的时候 可是最后还要花很多的时间 去修复身体 修复心灵 再恢复事业 对关系事业 那这么难度如何走过来 这真的是一个人生的智慧 那我在书中有提到 她怎么样付出 怎么样回报 其实最后答案是 是我们自己捆绑了自己 这每一样我们为什么要去希望自己成就 然后我们希望在这个事业上有多亮点的表现 然后我们因为对先生可能认为他不了解我为什么事业上的成就 你不能体会 对 那是不是有疏忽 然后再加上说在身体上 对 其实我 连我自己在内 就很多女性在她的职场上 到了她的高峰的时候 几乎都是用健康患得的 对 所以我们也要稍微省思一下 对 对 有的时候你这个 如果你说刚刚认为是基督徒的话 就是你种的赚 赚得了全世界丧失自己的灵魂 我们这里是说丧失你的健康 你又得到什么又有合意 是 所以我们是要多爱自己一点 你没有爱自己的能力 你又如何去真的给人家爱 给人家真正的爱 对 其实我们常常在西方常会说 很多事情都吹要 对 就说在做每一件事情的当下 我们可能都会忽略一些事情 就像我们想要成就我们当下的事业 很多女性真的是用健康 那甚至很多女性也为了让自己的子女 得到更好的教育 去牺牲自己的这个休闲 或者是照顾自己 而去成就很多 那到最后一个不平衡 都会造成很多 回馈就真的没有办法承受了 对 我们付出那么多 因为你也许你寄望的太大 很难说 对不对 人家不见得 真的appreciate 你给的爱 是不是人家要的 对不对 然后我们下次呢 文艺还要跟我们聊一些 这个 我们很多观众朋友 这个很urgent的 想要这个 听到的就是外遇的问题 那么今天呢 我们非常高兴 我们聊到这里 还真欲罢不能 下次那这个 关于外遇的问题 我们这个观众朋友 下次就要记得 按时收看我们生活在湾区的 这个女人聊心室的这个单元 好啦 那我们在这里跟各位观众朋友 这个说声再见 别忘了 下次同一时间 敬请按时收看生活在湾区 我们再会 谢谢 谢谢 您现在收看的是 北美红星卫视TVHS1.9台